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坤匆匆过来给曾毅和李伟才看了一份清池区政府的招商邀请函 而项目说明书和小吴山几乎一模一样 曾毅拿过项目说明书一番 无奈的笑着摇头 这简直就是抄袭小吴山的项目说明书 唯一改动的就是最后加了一句话 说既可坐拥大都市的繁华 又可看山细水 加上这句话 无非是为了体现出 清池区比小吴山更便捷的交通条件罢了 曾毅把项目说明书递给李伟才又问道 清池区有没有人跟你沟通过这件事啊 李伟才就摇了摇头 没有 要不是顾总讲起 我还不知道有这件事呢 曾毅说道 看来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 也不知道是在夸奖清池区还是在讽刺清池区 作为乡邻地区 又是高度相似的项目 竟然事先一个招呼都不打 现在邀请函都发出去了 小吴山才知道消息 看来这是故意瞒着小吴山在暗中进行啊 李伟才一看那份项目说明书 气愤地说 曾主任 这根本就是抄袭嘛 我看他们这次推出的招商项目也是超我们的 哪有这么办事的 李伟才十分气愤 清池区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这分明就是冲着小吴山而来 如果真让他们搞成了小吴山必死无疑 而且这个时间点也是卡得极具用心 现在小吴山虽然招商成果瞩目 但因为征地工作尚未完成 很多项目只是签了异项书 并没有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清池区敢在这个时间点搞推荐 分明就是要抢走小吴山的投资商 就算抢不走 这边项目一推出 那小吴山的投资商们就会有所顾虑了 是不是还要继续投资就成了一个大问号 曾毅似乎一点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李主任 你联系一下 看清池区的万区长什么时候有空 好 我马上联系 李伟才赶紧答应下来 小曾主任这是要过去跟清池区的区长 万树春协调这件事啊 估计难度非常大 邀请函都发出去了 清池区的这个招商会不办也得办了 不过也不一定 说不定小曾主任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反正李伟才自己是想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的 当下走到一边 打电话进行联系 去约万树春的时间 顾献坤不无忧虑的说 据我所知 清池区是有地方事啊 凡是跟小巫山签了招商异乡的企业 基本上都收到这份邀请函了 曾毅你得想个办法 这是来者不善啊 曾毅微微点头 嗯 你放心 我有数 顾献坤就有些意外 曾毅只是刚刚知道这件事 可看口气 似乎已经是找到办法了 顾献坤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曾毅的办法是出奇的多 每次总会让自己意想不到 比如上回的龙山机场 孙毅上下折腾 省机场建设的副总又气势汹汹而来 可到最后还是灰头灰脸的败幸而归 龙山机场的建设承包权 最后又回到了自己手里 顾献坤问道 那这个招商会我还参加不参加呀 曾毅笑道 去嘛 可惜他们没给我发邀请函 要不然我都要去看看 我很好奇他们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规换 顾献坤笑了笑 说的也对 青池区很可能是故意捣乱 他把大家请过去 就是要制造一点紧张空气 怕是很难拿出什么像样的规划来 这种规划是非常复杂的 当时星星湖的规划 自己就搞了将近半年 而小吴山的规划 增益也是前前后后进行了大半年 如果没有大军区和九泰集团的大力支持 怕是很难在这个时段内搞出这个规划 现在 青池区匆匆匆忙忙之间推出这个项目 很可能就是个空架子 顾献坤笑道 那我就去开开眼 回头联系一下别的人 让大伙都去开开眼 曾毅微微笑着 也没说什么 午饭到官委会吃吧 刚才巡视河道的时候啊 附近的老乡送了两条鲜鱼 刚从月湖钓上来的 活蹦乱跳 回头我让食堂给你吃的好菜 顾献坤就说 行啊 老乡送的鱼我得尝尝 这个时候 李卫财走过来说 曾主任 我已经联系过了 青池区那边说 万区长明天上午可能有空 曾毅应了一声 好 我知道了 明天上午我过去一趟 然后就邀请顾献坤 一起返回官委会 第二天上午 曾毅把手头的公务处理完毕 就准备前往青池去 李卫财跟了过来 曾主任 我刚才又核实了一下 青池区政府办公室的 常主任说 万区长今天上午有空 我已经向他讲了 你要过去 曾毅点点头 心说 李卫财办事就是仔细啊 昨天对方说 万树春可能有空 今天李卫财还专门为此核实了一番 他说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出发 李卫财有些不放心 曾主任 要不我去吧 你有什么指示 我帮你转达 李卫财是怕曾毅去吃了什么闭门羹 那个常青 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而且上次常青 来讨要 吴南镇那笔巨款 被小曾主任 驳了回去 今天小曾主任 去青池区 常青 想从中捣鬼的话 可是易如反掌啊 曾毅就摆摆手 没事 作为邻居 我还没有正式拜访过万区长呢 李卫财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哦 那曾主任早去早回啊 曾毅就迈步下了楼 上了徐丽的车子 然后直奔青池区而去 曾毅是第二次来这里了 头一次是为了解决 吴南镇干部的集体待遇问题 曾毅对那件事并不放在心上 但在李卫财看来 那是一次莫大的羞辱 他至今想起这个 还恨得牙根痒痒 曾毅在门口拿出工作证 门位也没拦 直接就放他进去了 青池区的政府大楼 在整个荣城都是出了名的阔气 总共23层的办公大楼 威武庄严 气场十足 只是里面的空置率非常高 万树春的办公室也只是在九层 至于九层以上还有没有人办公 就无从得知了 不过估计敢在万树春的脑袋上面 办公的人在青池区 怕是没有吧 到了区长办公室的外面 门是敞开的 曾毅悄悄门进去 发现这间秘书用的办公室 竟然比自己的办公室还要大 屋子里最里面放了两张并排在一起的办公桌 只是办公桌里面没有人坐 倒是外面的后客沙发上 坐了两个领导模样的人在看报纸 估计是来等着向万树春汇报工作的 曾毅笑了笑 果然跟自己料想的一样 万树春并不在办公室 事先曾毅就知道万树春的面 怕是不好见 见了怎么说呀 难道青池区的招商会不开了吗 那两个坐在沙发上的领导 抬眼看了看曾毅 觉得他很陌生 他们奇怪这是什么人呢 竟然也跑来等候万区长的赵介 两个人不认识曾毅 曾毅也不认识他们 大家各自坐在沙发椅里 接着做各自的事 曾毅从包里拿出一本没看完的一案书 翻到上次看的地方 神情专注的继续研究了起来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 这期间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进来过 也没人端茶倒水 搞得增益旁边那两个青池区的领导 心里都发了慌 屁股下面像是长了钉子 心说 依自己的身份 就算区长秘书不在 办公室也该派个人过来送杯水吧 难道是万区长对自己不满意 有意要亮一亮吗 想到这儿两个人都是面有忧色 使劲回忆着最近区里的大小事情 想知道到底是哪儿惹得万区长不高兴了 眼看上午的办公时间就要结束 曾义抬手看了看表 然后把书塞进包里 心想该露面了 果不其然 此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长青直接迈步而入 扫了一眼反而问道 万区长还没回来吗 那两名青池区的领导赶紧凑过来 啊 常主任 今天这是什么情况 是万区长昨天叫人通知我们过来的呀 常青应付了一句 万区长临时有个会 两位不要多想 随即像是刚刚看到曾义似的 惊讶的说道 哎呀 曾主任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呀 曾义指了指那两位青池区的领导 我在这两位同志的后面到的 这话很有意思 可长可短 就看常青怎么想了 常青假作自责 哎呀 怪我呀 都怪我 本来说要到门口亲自去迎接曾主任的 结果有个重要的文件要杆 你看看 下面的人也是 办事太不经心了 我特意交代过他们 说是曾主任到了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看看 你看看 要不是我上来这一趟 今天岂不是就要怠慢了曾主任呢 曾义摆摆手 没事 万区长忙 可以理解 既然万区长有会要开 那我就先回去了 常青急忙拦着 哎 曾主任 到我那去坐坐吧 今天已经是招待不周了 要是再让你这么回去 传了出去 还不叫别人笑话我们青池区的人 不懂得理数吗 常青拉住曾义的胳膊 此时又是一副极其热情的态度 我那里有好茶 全当是给曾主任赔礼道歉了 之前 曾义去荣城市委 见大老板秦良信 秦良信也是先行接见 包括市公安局的局长薛凯在内的市局一群头头脑脑 全都要在外面排队候着 这事在荣城可不是什么新闻 今天曾义来见万树春 事先约好了 却被放了鸽子 这事要是传出去 对青池区也不好看 常青只是想恶心一下曾义 但还不敢跟曾义撕破脸皮 小乌山筹备以来 数次跟曾义交手 他可是深切领会到曾义的厉害了 这是个敢跟市委书记秦良信谈条件的人 你要真是让他下不来台 说不定他就要给你难堪了 曾义看着常青 这不好吧 常主任还要赶很重要的文件 会不会太打扰了 常青脸色一致 有些尴尬 曾主任是贵客 怎么会打扰呢 平时请都请不来呢 这文件嘛 交给别的同志去处理 曾义这才笑了笑 那我今天这就算是正式拜访常主任了 什么拜访不拜访的 太见外了嘛 常青就请曾义下楼去了 那两个还等在区长办公室外面的领导 此时才反映过来曾义是谁 原来是白杨市高新园区的管委会主任呢 以他们身处的位置 两个人对曾义的事情支支不详 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很清楚的 听说南疆的大老板曾经点名要这个曾义 当自己的秘书 两个人按叫可惜呀 这么好的一个结实的机会 竟然给错失过去了 常青的办公室在楼下 两个人下了楼 走到常青办公室门口 刚要进去 正好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抱着厚厚的文件夹走了过来 向常青恭敬又腼腆的打了个招呼 常主任 常青劈头盖脸就来了 你怎么办事的 千叮嘱万嘱咐 曾主任过来 一定要第一时间让我知道 为什么不通知我呀 那小姑娘吓懵了 站在那手足无措 有些莫名其妙 又有些委屈 她根本不知道谁是曾主任呢 曾一心说 这常青可真会演习 这政府机关里的秘书也是分好几等的 眼前这个小姑娘 一看就是整理文件处理杂物的 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到了 而且怕是常青 根本就没做过这样的吩咐 曾一白白手说道 不怪她 我上来那会儿正好没人 谁也没看到 常青这才放过那小姑娘 以后办事用点心 转身又对曾义说 现在的年轻人呢 办事一点都不牢靠 眼高手低的 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这小姑娘 冲曾义和常青浅了切身 转身走的时候 眼眶里的泪花都要打转了 对她来说 这根本就是无妄之灾 进了办公室 常青很热情的 给曾义亲手沏了杯茶 又说曾主任啊 今天的事真是对不住 对不住啊 曾义笑着摆摆手 常主任再这么讲 我以后可都不敢来了 就听常青又说的 只是不晓得很 万区长临时有个会要主持 我本想通知你 可估计你已经出发了 也就没有通知 万区长可是一直都想见见你呢 曾义笑着 把常青的办公室打亮了一遍 看来青池区 每个干部的办公室都很大 这一间也有七十多个平方了 还不算外面的大阳台 阳台上面摆了不少盆栽 办公室里的墙上挂了一幅字 上写着 扶手甘为如子牛 这不由让曾义想起了 南云县的前任书记如子牛 大家都在扶手甘为如子牛 可惜很多人并不是为百姓扶手 而是为权力而扶手 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 常青嘴上装着糊涂 曾主任这次过来 不知道有何贵干呢 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次过来是想跟万区长 沟通一件事情 曾义把姿态放得很低 说自己是登三宝殿 这也就是有事相求了 他说 我听说青池区要举行一个招商推介会 常青悟了一声 这件事啊 这事我知道 是区招商局提出的一个大项目 万区长比较重视 曾义就说 据我所知 这个项目跟我们小乌山在规划上 有很多重叠之处 青池区和小乌山紧临 同时上马同样性质的两个项目 对我们彼此双方都会有不利的影响 对投资商来说 也意味着风险增大 常青就笑道 我这个人虽然不懂什么经济 可也觉得曾主任这话有些道理 是得想个办法协调解决呀 要不曾主任再等等 我估计万区长的会就要开完了 曾义说 万区长很忙 我就不打搅了 拜托常主任帮我转达一下即可 常青就拿出一个本子 好的 曾主任有什么需要转达的话 请讲 曾义笑着看着常青 咱们是邻居 做同样的项目 合则两利 分则两害 不管是什么产业 都会有上游 也会有下游 大家都争作上游的话 就没有上游了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常青附和道 相信万区长会认同曾主任看法的 曾义把意思说到也就不再多呆 寒暄两句就起身告辞 常青又亲自送曾义到楼下 临上车的时候 曾义突然回过头来问了一句 万区长对姓明学很有研究吧 常青一愣 不知道曾义怎么突然就扯出如此荒诞无聊的话题 只能应付了一句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曾义误了一声 也不解释 转身上车离开 只留下常青一脸迷茫的站在那里 琢磨了半天 也没弄明白曾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曾义看过常青的履历 在万数春来到清池区之前 两个人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交往 而且常青当时也不在区政府办公室上班 混得不怎么如意 但也不算是坐冷板凳 可是幸运之神偏偏降落在了常青的头上 万数春上任之后 就钦点了常青来做区政府办公室的主任 成为清池区的一大红人 曾义是个心思极其缜密的人 以前方南国在南疆的时候 还有人称他为组织部二部长 仅凭着脉象上的一点点细微变化 曾义就能推测出这个人的身体状态 心理活动 甚至生活环境 联系到这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叫万数春 一个叫常青 曾义就有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再去看万数春的履历 便证明了自己的猜测 万数春这个人的升迁过程中 身边总少不了一些跟自己名字 寓意相同或者相关的人 这年头 很多领导虽然都坚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但私下相信风水悬术 佛学道家的人并不在少数 小到办公室里一盆花的摆放位置 中到佛前的投注箱 大到门前的风景建筑都非常讲究 甚至几万几十万的风水物件 也都采购了回来 这个跟精神信仰没有丁点的关系 很多人这么做 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非常功利的心态 纯粹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的仕途更加顺畅 想着要平步青云 就像中途落马的官员 他们的办公室多半不会被继任者再用 而提拔重用的官员 他们留下的办公室反倒就非常抢手 曾毅今天对常青讲这句话 就是在提醒对方 万树春看重的并不是你常青的办事能力 你最好不要从中搞那些小动作 免得将来收不了场 今天这个事 曾毅不用想都知道 多半就是常青这个家伙在暗中捣鬼 而且捣鬼的手段也极其拙劣 没有丝毫的水准 不过曾毅也并不在意 自己这一趟过来 不过就是走个过场 把丑话讲在前头 小吴山和青池区的碰撞冲突 根本不是坐下来沟通就能解决的 两者之间只能有一个担任主导者 谁也不肯让步 更激烈的冲突就还会在后面 可惜的是常青的悟性实在是不高 到底也没明白曾毅是在讲什么 反倒觉得曾毅这个人很不靠谱 回到管委会之后 青池区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沟通 说是曾毅前去青池区的事 万树春区长已经知道了 他会慎重考虑曾毅的想法 这么大的事情 常青也是不敢隐瞒的 只是通了这个电话之后 就再没有了音讯 青池区的招商推介会 仍旧在紧锣密鼓地张罗着 邀请函像雪花一般洒了出去 最为离谱的是 维向南也收到了一份邀请函 这令他很诧异 也有些哭笑不得 谁都有可能去捧青池区的场 唯独 维向南是绝对没有可能去的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